好我们接着来 那上一节我们讲的是正常的水纳代谢 这节课我们来讲异常 也就是讲水纳代谢的紊乱 讲紊乱 来看一下怎么个乱法呢 水纳的代谢紊乱 我们可以这样给它进行分类 包括水过少以及水过多 水少了我们叫它脱水 然后这个脱水根据其性质 分为等肾性脱水 低肾性脱水以及高肾性脱水 这三大性质的脱水 我提醒你哦 儿科讲小二古业的时候 我就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对啊 然后后来我发现 新大纲内分泌系统也会讲脱水 是的然后你看我病理生理学还要讲脱水 可见它的重要性 但是啊不同科目 讲它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下比较 对啊 好 本来挺简单挺清楚的一个定义啊 但是在病理生理学上它还有别的一些个名称 就很别扭 大家看一下 脱水就是我们说的体液容量的一个减少 我们叫它低容量 只要是低容量就等于脱水 脱水就是低容量 然后高肾 高肾指的就是血纳超过正常值 也就是高血纳 低肾就是低血纳 等肾就是正常血纳 所以大家既要知道我们还是用这种定义用的更习惯 但是看到这种你要知道什么意思 再看一下水过多 水多了有两种情况 一个呢是纯水多 就是仅仅是水量的增加 我们叫它水中毒 OK 然后注意啊 多 我们叫它高容量 对 因为仅仅是水多了 所以血纳浓度会下降 所以同时容量虽然高了 但同时伴有低纳血症 水中毒也可以叫它高肾性低纳血症 另外一种是水种 水种的特点是血纳是正常的 叫等肾 就是没有低血纳 但同时体液量增加 我们叫它水种 你看这就是病理生理学的特点 本来挺简单的定义 非得故意搞得很复杂 放心 后面这些 我后面就不讲了 仅在此点到为止 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 后面我们讲的时候都是用前面这些定义啊 好下面我们就分别拆讲啊 先讲脱水 然后讲水中毒 然后讲水种 好先来看脱水 这三种脱水 我们将依次讲解 但是呢我想先讲高肾性脱水 因为它最好理解 然后讲低肾 高肾低肾对比着去学呢 学起来比较轻松 最后再去说等肾性脱水 但是我得说明一下 临床上最多见的一种脱水类型 其实是等肾性脱水 好按着来 先看高肾性脱水 它的概念 高肾指的是血纳浓度的身高 对超过正常值 我们这边规定 超过150毫米每升以上 变为高纳 也就是学业处于高肾状态下 原因是因为 湿水多于湿纳 丢水多 丢纳少 所以导致血纳升高 一般我们下诊断的时候 就看血纳 一般不会去测它的渗透压 所以渗透压一般不用紧 看 如果能够直接测量渗透压的话 超过正常值310毫升 高肾性脱水 它虽然有体液的丢失 但它的特点是 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量均减少 这是其特征 看我们这就用到英文简称了 细胞外液 细胞内液 养成习惯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高肾性脱水 它的病因 在这分析病因之前 大家脑子里一定先记住 丢水多于丢盐 换句话讲 导致高肾性脱水的原因 以丢水为主 丢水为主 对吧 好 那水为什么会丢失呢 大家看一下啊 要么水的入量不足 要么水的丢失过多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水的摄入减少 导致水摄入减少的原因 看要么然水源断绝 简称为无水可喝 要不然就是进食饮水困难 比如说有水不会喝 像食管癌 或者是可感的丧失 这些呢 大家可以学会一种简单的方法去掌握 水的摄入减少 你就把它想象成这位 沙漠里的旅行者 无水可喝 可以发生高肾性脱水 就OK了 这较复杂的内容 简单化 好 下面来看一下水丢失的过多 水从哪儿丢失呢 看这四大路径 这在之前我们讲水平衡的时候 讲过的 先来看经呼吸道是水 鉴于过度通气的患者 比如说医病 医病就是老百姓所说的这个 鬼上身 或者说是神经病 精神病 这样的患者就是 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下 通气量非常大 经呼吸系统 流水量多 另外就是呆酸 代谢性酸中毒 氢离子增多 氢离子可以直接刺激化学 感受器驱动呼吸 引起深大的 库斯莫尔大呼吸 这一点 大家学过吧 总之只要呼吸深大 过度通气 就可以经呼吸道 流水多 比如说哮喘患者 哮喘患者 一定要注意补业 为什么 经呼吸道 流水量特别的多 然后他就容易血液粘稠 OK 血液粘稠的话 在一些岁数大的人 就容易 闹血栓 好 再来看经皮肤试水 典型的例子 我希望你记的是 高热和大量出汗 你可以放在一起记 高烧不就大量出汗吗 对不对 呃 事实上 皮肤温度的升高 就是体温升高 会增加皮肤的蒸发量 这个好理解吧 对吧 丢水量多 而大量出汗 我希望大家知道 汗液呢 是低渗的 就是汗液 相当于血液来讲 它是低渗的 换句话讲 水多盐少 虽然大家说 哎呀 这汗液甜一甜 都是咸的 是 汗液里面含钠 但是它的钠的浓度 只有0.3% 而血钠的浓度 就是我们体验 钠粒子的浓度 应该是0.9% 所以出汗 相当于丢水多 丢盐少 OK 可以导致高升性脱水 这个典型的例子 比如说夏天 那些外卖小哥 北京 暑天的温度 可以达到40多度 长期室外工作 大量出汗 就容易高升性脱水 再来看 经肾湿水 肾 肾这里 注意啊各位 经肾湿水 前提一定是 丢水量为主 明白吗 只是湿水而已 如果是既丢水 又丢钠 那就不会导致 高升性脱水了 OK 只是湿水 从肾 光丢水 鉴于这两种情况 要么就是尿崩症 尿崩症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 我介绍一下 所谓尿崩症 就是说的这种激素 抗力尿激素 要么 抗力尿激素的缺失 要么 抗力尿激素的无效 所谓中枢性尿崩症 就是指的 下丘脑和垂体 没有抗力尿激素 好吧 这激素是保水激素 所以没有抗力尿激素 就会丢水 所谓肾性尿崩症 指的是 抗力尿激素有 但肾上没有它的受铁 不起作用 我们叫它无效 也会导致尿崩症 还有一个就是 给予渗透性磷尿剂 比如说大量给予 甘露醇 甘露醇会带走 很多的低肾尿 就是带走很多的水分 啊 渗透性磷尿 对啊 也有可能导致高身性脱水 最后一个 请注意哦 各位 最后一个经 胃肠道失水 这种 我们大家知道 经胃肠道 比如说 呕吐 浮泻 简称上吐 下泻 丢失胃液 或丢失肠液 里面可不只是水 重复一遍 里面不只是水 有没有电解质啊 有 好吧 因为胃肠液中 还有大量的电解质 所以胃肠道失水 它并不是导致 高身性脱水 常见原因 OK 所以这儿呢 我并不想让大家去记 我最想让大家记的 就是这几个 这个忘了涂颜色了啊 过度通气 大量出汗 尿奔症 给予渗透性零尿剂 再加一个 叫沙漠里的旅行者 这几种原因 容易导致高身性脱水 下面介绍 高身性脱水 它的病理胜理学特点 就是这种脱水 与其他的脱水 有什么区别呀 这儿呢 如果用语言文字去描述 会很抽象 但是我把它做成了动画 做成了示意图 非常直观 一目了然 你看一下 大家看啊 这是脱水 脱成了高身性脱水 哎 体液的丢失 但是湿水多于什么 湿纳 导致血液 注意啊 这一部分代表什么 代表细胞外液 这儿代表细胞内液 细胞外液 包括组织液和血浆 我们说过 它们的神头鸭是相等的啊 脱成了高身 哎 比如说 比如说啊 正常血那 应该是 多少来着 135到145 结果现在 比如说 细胞外液的神头鸭 变成了160 高过了正常值 换句话讲 血里边的钠粒子浓度太高 太稠 所以我用深紫色来表示 那么后果是什么 大家看 细胞外与细胞内 是不是就有了 渗透鸭梯度了呀 生理状态下 细胞外和细胞内的渗透鸭 应该是等渗的 结果现在外面渗透鸭高 细胞内的渗透鸭低 有了渗透鸭梯度了 告诉我会发生什么现象 对 会引起水分 在细胞内外的移动 我们说过 水往 高渗走 还记得吧 水往 高渗走 OK 或者叫水往高渗流 那么看接下来发生的现象 走你 往下走啊 哦 我先说明一下啊 就是高渗性脱水主要的发病环节 就是细胞外液的高渗 就是这个深紫色 紧跟着接下来 它将向下发展 发生这样的一个最终结局 呢 观察一下什么现象 细胞内外最终 要变成等渗 对 水呢 会从低渗的地方往高渗的地方走 也就是从细胞内 细胞内的水 会被吸到细胞外 直至两措 渗透鸭相等 经过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 观察一下 哪的水丢的最多呀 是不是细胞内液 反而丢水量是最多的呀 也就是细胞内的水 竟被吸到了细胞外 细胞内液去补充了细胞外液 反而导致细胞内液的丢水量更多 这就是它的特点 高渗性脱水的主要脱水部位 是细胞内液的减少 ICF细胞内液啊 发病的环节是细胞外液的 减少 同时高渗 但是最终 反而细胞内液的丢失为主 所以会导致细胞的什么 萎缩 或者叫细胞的脱水 细胞的脱水 细胞会体积变小 好的啊 好 接下来 我们看高渗性脱水 对机体有哪些影响 包括机体的代偿 和出现的相应的临床表现 这部分内容呢我给大家做了示意图 一起来看 跟上思路 看现在发生的现象 首先是脱水 就是体液容量的减少 同时 血钠浓度的升高 高钠 也就是细胞外液渗透压升高 此时它必将会启动机体的调节机制 或者叫代偿机制 看我们已经说过 血钠高是不是就像血液咸了 对啊 血液咸了 就会刺激 可感中枢 就是刺激中枢的渗透压感受器 然后因刺激可感中枢 患者会表现为极度的反渴 之前我们讲过的 哎 引起口渴最敏感的因素就是血钠 就是血浆晶体渗透压 所以患者极度反渴 怎么办它会去饮水 或者叫蜜水 会想办法去喝水 而喝水是不是就可以补充水的缺失啊 这就是一种呆肠 不止如此 高血呢 引起的渗透压的升高 还可以刺激抗力尿激素的释放 保水激素开始出场 说放着我来这事归我管 抗力尿激素出场之后 命令肾脏重吸收水量增加 也就是去饱水 因为水的重吸收多了 所以尿量少了 尿里的水少了 尿里的水都被重吸收回体内了 所以会表现为尿液的浓缩 尿比重的升高 这也是在干嘛呢 代偿 好吧 这都是机体的代偿表现 再看啊 我们已经说过了 高深性脱水 细胞内的这些水 会被吸到细胞外 也就是细胞内液 向细胞外液转移 就这样的话 细胞外液可以得到补充 这也是一种什么 代偿 所以高深性脱水的时候 将充分启动机体的代偿机制 或者叫调节机制 充分启动机体的调节机制 调节的结果就是细胞外液不少 细胞外液不少 但是哪的液体丢得多呀 细胞内液 极度的下降 而细胞内液的减少后果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的脑细胞 脑细胞就从葡萄变葡萄干了 细胞脱水 细胞萎缩 细胞体积变小 这个时候尤其是脑细胞对脱水非常敏感 这个时候患者会有神经系统症状 比如说昏迷 比如说抽 试睡 OK甚至可以致死 不止如此 整个脑子的体积会变小 就像葡萄变葡萄干 脑子体积变小之后 大家想一下脑组织跟颅骨 也就是头颅骨这个骨头之间 缝隙就会加大 这时候有时候一撑 撑着脑细胞表面的血管就可以破裂 可以发生脑出血 脑局部的出血 甚至猪瓦膜下枪的出血 另外这样的患者 因为脱水了 所以尤其是在小孩 我们知道 体温的维持 要靠汗液的蒸发 现在脱水了 所以皮肤的蒸发量 就是汗量会少 体温不能及时散发出去 有可能会出现脱水热 这就是高肾性脱水的 病例生理学特点 它会充分调动机体的 调节机制 好讲完了 至于这一部分 我得说明一下 课都讲到这了 不讲治疗 有点亏 最后一步了 所以我点到为止 好吧 来看治疗原则 那大家说 我要治疗高肾性脱水 补液的话 补水还是补盐啊 当然是补水为主了 因为它丢水为主 丢水多于丢盐 所以应该补水为主 补盐为辅 补什么液 补低肾液 血液高肾了 所以我补低肾啊 对不对 好理解啊 当然不管什么脱水的治疗 都应该注重原发病的治疗 去除病因 呃 一般 单纯的湿水 我就让它多喝点水就行了 口服补水即可 或者是静脉给点葡萄糖 葡萄糖就是水 但如果高纳血症特别严重 我需要紧急降低血纳水平的话 就是紧急降低血液渗透压的话 我甚至可以给低浓度的葡萄糖 比如说给2.5%到3%的葡萄糖液 去尽卖地主 好啊 但是也不能光补水 没完没了的补水 它毕竟还是丢纳的 只不过是以丢水为主 所以要兼顾补水和补纳 否则光补水补一会儿 高肾性脱水 搞不好被你补成了低肾性脱水 那就更麻烦 好说完了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种脱水 低肾 对比着去看 低肾性脱水的概念 导致低肾性脱水的原因 是因为湿纳量多于湿水量 换句话讲丢盐为主 所以它导致血纳水平的下降 看诊断指标 是血纳低于130 注意啊 我得说明一下 血纳正常值在成人是135 到145 但是我们规定啊 是150以上为高肾脱 我们规定150以上为高肾 然后呢 130以下 为什么为低肾 中间有一个区间 这个区间没关系 机体完全可以带长 能理解吧 这就是我们就这么定的 记一下 至于血浆渗透压 低肾性脱水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明显的细胞外液的减少 好 下面是低肾性脱水的原因 我请您回忆一下 还记不记得 钠的主要出路是哪啊 钠的主要入路 就是钠的摄入是食盐 是食物 对吧 那么钠的主要出路 一个是皮肤 经汗也丢失那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肾 所以 应该说 钠的主要出路是经肾而离开身体 还记得肾对钠的调节吗 多吃多排 少吃少排 不吃不排 所以导致低肾性脱水的原因 或者说导致 丢那的原因 我们给它分成了这么两类 叫做经肾丢失那 以及肾外丢失那 OK 好 我们先来看经肾丢失那 鉴于哪几种情况 有这么几个情况 但是你放心 不用每个都记住 至少第一个 一定要把它记住 最常考的就是利尿剂 药理学 汤老师应该给大家讲过利尿剂 还记得利尿剂的作用机制吗 你该知道 所谓利尿剂 其实利的就是钠 对 它的作用机制呢 就是抑制肾脏对钠的重吸收 促进钠的排出 钠走的多了 水跟着就走的多了 所以利钠就可以利尿 OK 就是水就是跟着钠走的 好不好 所以像这些 高效能力尿剂肤赛米 或者是轻驴赛琴 如果不合理的使用 就可以利出低身心脱水来 这个我是希望大家记一下的 至于下面这些 大家听一听就行 比如说肾上腺皮脂功能的低下 那就会导致全固酮 这种盐皮脂七素的缺失 而全固酮是干嘛的呀 保纳的呀 所以全固酮没有了 必然导致钠不能保纳 钠的重吸收减少 钠的丢失增多 再有就是看 肾有病 就是这两个 大家统称为肾 有病就行了 所以大家要学会 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肾脏不是重吸收钠的吗 肾有毛病了 钠就不能重吸收 就会导致丢钠多 而出现低肾性脱水 好吧 比如说后面这些 大家弄不明白 就不用管它了 比如说什么肾髓脂 高肾环境被破坏 导致钠髓尿排除增加 或肾小管性酸中毒 所谓肾小管性酸中毒 指的就是集合管的密清障碍 怎么密清障碍可以导致低钠呢 要知道集合管密清的一个重要方式 叫钠钦交换 比如说这是我们肾小管的集合管 这儿呢 有专门的一个蛋白是密清的 它没往管腔中排一颗钦 也就是排一颗酸 就会重吸收一个钠 这是尿啊 这就是随尿排除了 好吧 所以当集合管密清障碍的时候 这个蛋白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清排不出去 会导致酸中毒 同时钠呢 也不能重吸收 导致钠的重吸收减少 丢钠过多 也有可能出现低身心脱水 总之 这些原因都是精肾怎么样呢 丢钠 精肾丢钠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精肾外途径 丢钠 丢钠啊 我们这说的丢失 你得知道我们说的是丢钠 导致低身心脱水 鉴于这几种情况 大家看特别眼熟 一说精消化到丢失 我们就想起来上吐下泄 对吧 肠漏 胃肠减压 这几种情况 皮肤丢失 积极在第三间隙 放心这不用记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些原因引起的脱水 往往是等身性脱水 重复医院引起的什么脱水 等身性脱水 那我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低身性脱水的兵因这里呢 是因为 当他们他们是先引起等身性脱水 但是发生脱水之后 就是发生大量体丢失之后 补业的时候 只补水 没补那 导致了一个人为性的 一元性的低身性脱水 我这样讲 大家弄明白了吗 好吧 所以这儿呢 这个大家肯定会记 不过这些 注意啊 引起的是什么脱水 等身脱 等身性脱水 等身性脱水 补业的时候 直补水不补那 会引起激发性的低身性脱水 所以这几种引起的低身性脱水 都是什么性 激发性 OK 比如说你看 大量出汗 大量出汗 其实是引起的是高身性脱水 但发生高身性脱水之后 直补水 不补那 就有可能发生 激发性低身性脱水 换句话讲 低身性脱水 多为什么性 激发性 就是发生脱水之后 补业不合理 补了水没补了那 导致血那水平下降 所以这儿呢 就不用记了 这儿 一会儿你还会记 但是它是导致急性脱水的常见原因 好的 完成 下面来看一下低身性脱水 它的脱水特点 同样的 观察动画 首先 看 因为体液的丢失 导致了细胞外液量的减少 但因为是丢钠多于什么 丢水 所以脱成了低身 大家看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在 细胞外液丢失的同时 导致了细胞外和细胞内的一个 神通压梯度 你应该猜到了 就会发生激发性的一个水 在细胞内外的移动 怎么移呢 水往 高处 渗 对不对 对细胞外液 不但往体外拖 还会往细胞内拖 也就是水分 会被吸入到 相对渗透压比较高的细胞内 那最终的结局 诺 看一下 细胞内液量 不但不少 甚至还可以怎么样呢 多 而以哪的液体丢失为主啊 细胞外 以细胞外液的丢失为主 而我们知道 细胞外液的丢失 比如说血 浆的丢失 会导致低血容量 而引起什么 休克 所以总结一下 低肾性脱水的主要脱水部位 是细胞外液 低肾性脱水对病人的主要威胁是 循环血量的减少 导致休克 也就是循环衰竭 好的 至于低肾性脱水对体液的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实义图 一起看啊它的调节过程 看 脱水了 就是低血容量 但同时伴有低血钠 也就是渗透压的下降 请大家思考 现代血钠是低的 渗透压是低的 所以 能不能刺激口渴中枢引起咳感 不能 只有血钠高 就是渗透压的身高 才能刺激咳感中枢产生咳感 所以 患者虽然已经脱水了 但是怎么样呢 没有咳感 我叫它不思 饮水 那么就 没有主动喝水这样的一个粗调节 这样的一个代肠机制 这个我们叫它 湿调节 好 接着来 因为血钠是低的 对呀 所以 不能刺激抗磷尿激素的分泌 我们说过 抗磷尿激素 它的分泌 对血浆晶体渗透压是最敏感的 血浆晶体渗透压升高 也就是血钠升高 是刺激它分泌的主要因素 OK 所以 血钠现在不高 反而是低的 相当于血液呢 吸了 或者说血液很淡 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 血液的口味很淡 盐太少 所以抗磷尿激素 不分泌增加 所以尿量不减少 也就是 肾脏没有发挥它的 代肠机制 这一点也怎么样了 失调节了 两个代肠机制 两个调节机制 都没有启动 这个后果严重了 对吧 好 但是呢 大家看低钠 我们知道低钠 可以刺激谁的分泌 全固酮 全固酮是保钠的 所以当血钠下降 可以刺激全固酮的分泌 于是肾脏 代肠性的去重吸收 那增加 是血 尿 那下降 只是重吸收 那多了 并不能代肠性的 补充 体液量 是这样吧 好 再加上 细胞外液还转到了细胞内 使得细胞外的容量 进一步的减少 这三大机制 看一下啊 口渴的代肠 没启动 抗力尿激素的代肠 没启动 而且细胞外的水 因为移到了细胞内 细胞外液量进一步减少 不但往体外拖 还往细胞内拖 低肾性脱水 特别容易出现 循环衰竭 也就是休克 这就是低肾性脱水 最主要的特点 同时组织间液减少 对 组织间液减少的话 患者会表现为 明显的脱水症 比如说皮肤极度的干燥 弹性极差 眼窝极度的凹险 这都是组织液减少的原因 组织液和血液 这不都属于细胞外液吗 都是少的 但是呢 哪的水反而多了呀 细胞内 所以导致细胞水肿 对这种情况下 脑细胞里都充满了水 整个脑细胞里边都是水 所以脑细胞的体积会加大 整个脑细胞的容量会怎么样加大 就会使得颅内压身高 对啊 颅内压身高就会出现 一系列的头痛 以及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 严重的话 特别严重的低肾性脱水 严重的话 甚至可以出现脑膳 好的啊 所以 这就是低肾性脱水的 病理生理学特点 好 最后简单带一下治疗原则 既然是丢盐为主 当然应该补盐为主了 低肾性脱水的补业原则 补等肾业 或者甚至是补高肾业 低肾性脱水比较轻 补等肾业即可 低肾性脱水比较重 我就可以补高肾业 对 你看一般用等肾业 看 如果低纳血症特别严重 我就可以给高纳 高纳呢 3%到5%的高肾盐溶液 目的是减轻脑细胞的水肿 另外 救命还得抢救 他所引起的休克 最后是等肾性脱水了 说完前面两个 等肾性脱水就简单了 概念 也就是脱水时 盐和水等比例丢失 虽然体液量减少 但是血纳呢 是正常值 130到150 正常区间 所以他不会导致细胞内外的 肾头压梯度 肾头压也是正常值 他的这个脱水 主要是细胞外液的减少 但没有细胞内外的液体流动 水的流动 看一下 他的病因 要知道 临床上绝大部分的脱水 都是等肾性脱水 或者说 等肾性脱水是最常见的 最常见的 多为急性是脱水 就这三个 这才是我希望你记得 胃肠道丢失 一说胃肠道丢失 你就应该想到上吐 下泻 对吧 胃肠减压 还有就是漏 消化刀漏 肠子上掏个窟窿 都会丢失 都会丢失大量的消化液 皮肤丢失 大量出汗 液体 聚集在第三间隙 比如说 大量的浮水 大量的凶水 注意啊 这些所引起的脱水 先是 等肾 对 先是等肾脱 但是如果继续发展下去 可以继续发展为低肾 厚 低肾 尤其是在这个过程中 补业不合理 直补水 没补 那 那就会发生激发性的低肾性脱水 OK 另外给大家一个技巧啊 等肾性脱水 它的特点就是 简于急性脱水 可以这样去画等号 急性脱水 就是等肾性脱水 等肾性脱水 就是急性脱水 所以大家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看题目 给你的是急性 还是慢性 看见急性就选等肾 绝对不错 好的啊 等肾性脱水的特点呢 就很简单了 这就是等肾性脱水 大家看 虽然是 有体液的丢失 导致了细胞外液的减少 但是细胞外液呢 是等肾的 于细胞内之间 没有渗透压体准度 所以细胞内液呢 没有变化 仅表现为细胞外液的减少 这是它的特点啊 细胞内外的水 无转移 等肾性脱水的主要脱水部位 是细胞外液 水常见 还有呢就是 随病情发展 可以继续发展为高肾脱 或低肾脱 尤其是向低肾脱的方向发展更常见 好的啊 至于对机体的影响这里呢 比如说严重的脱水 可以启动机体的激素调节 代肾性呢 全股酮和抗磷尿激素分泌增加 去增加水和盐的重吸收 补业的原则 等深夜 或 低深夜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好了各位 那么到这为止呢 我们就把 三大脱水给大家讲完了 最后送大家一个表格 但是呢 这个表格我就不再挨着讲了 只是帮你进行老归纳 送给你 不要钱 大空包 这个可以有哈 点几个要点 高深性脱水 特点是 极度的反渴 我说了 血纳糕跟吃了一罐盐一样 极度反渴 但是尿是少的啊 再看 低深性脱水最大的特点就是 血压下降 特别容易休克 低深性脱水最容易低血压 好几毛 低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休克 再看 等深性脱水呢 就是 怎么说呢 没有特别明显的 咀嚼拖的程度 好 打完收工 希望大家一定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掌握 这样 看似听课的时候 费了点脑细胞 花了点时间 但其实 这样的性价比 确实最高的 因为可以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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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